嗨 欢迎光临 这是阿娇跟老刘三上温暖的家 请进哦 一进门就是舒适的素雅客厅 走的是简约风格 雅致脱俗的木制装潢 全是美食节目主持人阿娇的老公 亲手制作 我们舍弃了很多的柜子 然后我们希望用很活动的家具 来移动这个家 主持美食节目 爱吃美食阿娇最爱的地方 就是厨房 坚持用正红色厨具 要价20多万元 来 这就是我的厨房 那这是我们家每一天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餐桌很重要是 因为它是全家人一个 家庭最主要的一个感情的核心 阿娇对理财也有独特想法 整天处于工作高压 他看好新店山区的清新幽静 10年前买下12万五一瓶 80瓶家庭院 共100平的透天别墅 当时花1000万 房价已经涨到2500万 也许你说我只存了第一桶金100万 我怎么可能想去买房子 那你可以看小一点的那个格局的房子 对买房相当重感觉 他说误打误撞 也在台南买下一房 包括店面有三层 八年前购入 现在台南地段看好 也翻涨将近一倍 你可能不要去借钱来投资 或者你去买一个房子 是超过你人力很多很多的 这个负担的房子 那我觉得这样你会很辛苦 他建议年轻人关注政府补贴专案 把薪水50%投资基金股票 赚取稳定配息 其余的存起来已被不实之需 阿江里财态度保守 但也一步一脚印 稳定累积财富 记者胡克强黄静怡 新北市采访报道